很多朋友会本能地以为医保要空费 一说医保这种方式改革 就把它跟医保空费自然而然地连接到了一起 当然空费这个事并不是我们做医保制服方式改革 本身的一个出发点 医保基金大家请放心 从全国层面看 总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 能够给大家提供 包括在座各位在内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 那么我们现在做支付方式改革 是因为正当其实恰逢其时 我们希望我们的医保制度 能够长期稳定平衡地运行下去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我们比如说经济进入新常态 人口进入老龄化 新技术新药品不断涌现 医疗资源进一步丰富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那么我们希望提高医保基金运行的可预期性 这是做基本 从医保的角度第一个考虑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制度 我们的预期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的发展是稳定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支付方式改革 给医保管理带来一个更加精细高效的一个管理工具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支付方式改革 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医疗服务 变成一个可以进行评估评价比较的一项服务 其实很多老师都曾经提过所谓的按绩效付费 按疗效付费 那这个概念当然非常好 但我们困惑的是什么是疗效 什么是绩效 这个其实很难去评判 那么我想我们的支付方式 比如DRGDIP 那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对于医疗服务比较评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把它归络到若干的病种 若干的病足 那之间可以进行一些比较 这是从医保端 同时通过支付方式改革 对于老百姓而言 还能够改善他的就医体验 大家肯定觉得这个不直接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建在支付方式改革中 设定了很多基层的病种 或者有的叫基层的病组 什么意思 就是对于一些 可以在基层开展诊疗 并且疗效可以得到保证的疾病 我们可能对于一二三级医院 会制定相同的支付标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医平台越低 医疗机构可能获得的营养越多 这些所谓我们常说的一些轻病 我们希望它更多的在基层去解决 那么大医院就可以腾出精力来 把更多的精力投在疑难杂症上 是吧 投入来那些技术难度要求比较高 投入在三四级手术上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 通过支付方式改革这个引导 也是促进了分级诊疗模式的去建立 这样呢 老百姓的就医可能也会给它更加的方便 微信 4000目 5000目 5400目 5500目 9400目 7000目 领护